要把卡卸掉 它这手机比我的手机要好 新手机 弄吧 它都弄出来不 弄出来都弄 弄不出来都放着 弄出来了 完了 把手机放着吧 管你弄了 管你弄了 你把那麻的门给家人吧 卡坊哈哈 被丢了 走吧 这是我收的第二部手机 我今天不是领着我们学生去读媒体上课了吗 然后考的老师的课件 我让学生大致看来一看 就是往年考试的提醒嘛 但是我看就是上课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就是在后面 就是不抬头嘛 我观察的一个学生 就是他一直 就是手放在那个 坐位后面的挡板上 我看他的手就是一直在滑动 一直在滑动 我就觉得是在玩手机 过一会儿我看到他的手机 就是稍微有点露出来了 我就下去 去收他的手机了 当时我就是收他手机的时候 让他拿出来他没有拿 后来我一直说 你拿出来 然后他就拿出来了 因为是九年年的学生了 真的是我们班不应该出现 拿手机的现象 因为学校里面 老师一直在强调嘛 然后收过手机之后 下课他也没找我 我上课的时候 因为下午是四节课嘛 这四节课也没怎么讲课 我就叫这个学生出来了 跟他谈话了嘛 因为这个影响确实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 我就跟他说 这个手机 即使星期天 因为今天下午星期天 学生要回家嘛 即使星期天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 因为影响太坏了 影响太太不好了 就是怕其他学生效仿嘛 然后在班主任 在班底里面上着课 老师讲着课 在下面玩手机嘛 所以说 我就跟他说 我不可能把手机 这周手机给你 他说 这个事情我要交给你们班主任 因为影响太不好了 就是怕其他学生效仿嘛 把这个手机 会交给你们班主任 等周一来的时候 你去直接去找你们班主任 或者是让你们班主任 找你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意思是 就是说 想着让我 这一周 就是把手机给他嘛 最后我反正 我也就是说通了 跟他说通了 就是这周不给他嘛 然后就是 下课的时候 他要找我呢 说老师我要把那个 手机里面的卡卸掉 说是 就是星期天回家的时候 他爸爸会给他打电话嘛 怕打不同电话 我说可以 但是手机还是不能给你 最后这个手机 还是我拿着 然后到周一的时候 我去给他们班主任 然后让他们班主任 都是处理这个事情吧 真的是 但是当时我是有一点气氛的 因为毕竟九年级的学生 我会给你帮忙 我会给你帮你帮忙